今天跟大家介紹香港最新的施展報告 對樓市減纳的重慾 首先減纳的幅度是我前所未有想到的 減得多深的 因為它終於減了一半 另外就針對人財政策 來講自業的人士 是做了一些相當有善而且有效的措施 對於香港本身首次自業的人士 其實水街是沒有移動的 政府最主要移動了四個水街 那我們逐個逐個說 第一個就是從隔飲花稅 如果你在香港本身有樓 上買第二家 你原先要付的是15%的稅 現在是減了一半 變成7.5%的稅 第二個就是針對非永久 或者公司名義賣樓的人士 他原先有個買家有花稅是收15% 現在他減了一半都是收7% 即是兩樣加起來 以前用非永久或者公司名義賣樓的人士 要付30% 現在只付15%就行了 足足是減了一半 這個幅度也挺深的 最重要就是他可以配合到最新的人才計劃的措施 他有一種叫做先免後徵的方式 即是你來到香港 我當你是一個永久居民地收稅 即是收一個2.5%到4.25%的稅 如果他要徵收你就代表了你這7年內 或者你未成為永居之前 你已經將層樓賣了 或者再買多一間 政府就會追收回中間的差額 即是那批透過人才計劃來講 想置業的人士 真是一個相當大的封印 最後就對二手樓市的刺激作用 就有個SSD叫做亞外有花稅 原先就是綁三年 即是三年內你賣樓需要收稅 現在只綁兩年 對樓市的交投量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整個減額措施 對樓市真是一個短暫的刺激作用 是相當好 至於長遠都要看回美聯儲那邊 何時減息 都有問我減額後 樓市會不會賺回上去 短期來回 長期來說就最重要看美聯儲何時減息 或者叫租金的回復 何時可以蓋到公費 這個是主意 假設租金可以蓋到公盤 很多人願意買到 但最重視都是美聯儲何時減息 今日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Louis 如果有幫助就記得點贊訂閱分享 我們下期見 拜拜